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幸福 也有的人正感受着痛苦 无论好与坏都将成为过去 那么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是这样说的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如果有一天 临到我们身上的是挫折 是疾病 是诱惑 是别人的怨恨和不理解 甚至是巨大的苦难 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七节中 神是这样说的 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的神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弟兄姐妹们 无论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 或者接下来要面对多大的困难 请你时刻牢牢记住 三十七节中 三十七节中所说的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有一切 你若觉得失去勇气 有一切 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切 你若感觉 没人爱你 有一切 好想走到谷底 那一切 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切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切 不要忘记 有人爱你 那一切 不要轻易 放弃 放弃 不要轻易 放弃 不要轻易 放弃 这个世界 这一切 他能温暖 温暖 一切 冷漠 他能温暖 他能温暖 一切 冷漠 你 慢慢眨眼 陪你走 好过 他爱你 把你一生 指求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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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接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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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